大家好,我是馬眼堅 大家好,我是黎佩奇,Peggy 大家好,我是梁秀郎 大家好,我是梁俊郎 因為我之前在廣州芭蕾舞團 然後我一次在網上看到香港演藝學院 然後我就很喜歡香港演藝學院 所以我就來參加 所以我就進入香港演藝學院 我很開心 我很小時候已經參加了GYDP的課程 然後我就很幸運地認識了很多好的老師 包括西亞老師 他就很鼓勵我試試在EPA發展一下 最後我就走了這條路 因為香港演藝學院 在香港唯一一個專業的舞蹈學院的學校 所以我也是參加了GYDP之後 然後再加入Full Time的program 我就是在北京舞蹈學院不完業之後 就想回來香港進修 所以就選了一個香港演藝學院 我覺得我們都很榮幸 因為香港芭蕾舞團 因為很少香港人 而我們三個人是其中一分子 相對來說 我覺得我們都有很大的責任感 因為我們代表著香港 我覺得因為現在 學跳舞的香港人都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進入到香港 是對一個香港的舞者 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相對比以前現在的香港人會多了 很開心我們可以在APA發展之後 一起加入香港芭蕾舞團 一起工作 因為我是很早以前 因為我是大概2005年 我們當時住在上環 然後大家住在一棟樓裡面很開心 我們可以吃飯、做飯 還有我可以玩遊戲 就像鄰居一樣 有這種家人的感覺 家人的感覺 家人的感覺 所以很有意思 我當時這個年代 Dance School的學生 很喜歡睡地下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們上課很累 因為由很早就開始到夜晚 可能有Dance 1、Dance 2 可能到9點才完 中間如果我們有break的話 吃完飯之後 我們可能會在地下探張 像戰、YogaMag 就躺在那裡 所以你經過那些走廊 有很多人躺在那裡 通常都是Dance School的 在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 我們住在上環寢室 然後 大家沒事喜歡玩真心話大冒險 然後 玩什麼我就不說 但是 If you know, you know 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參加過好多 香港芭蕾舞團的演出 第一次是 Romeo Juliet 那時候我才十五六歲的時候 然後我演一個瘸子 就是 要在舞台上第一幕 就躺在地上 大概三十分鐘就躺 做一個死人 第二次就是 Mary Widow 風流寡婦 然後 我們那時候是 我是端一個盤子 然後 我的從這到那端的盤子 就是 很有意思 我記得我學生的時候 我參加過兩次 兩個的production 在香港芭蕾舞團 那時候還是 Madeline 的時候 第一個是Sonic 第二個比較深刻 就是Nutcracker 那時候就是 Steven的版本 我就是 跳棋中一個 Snowflakes 我記得這個版本是很難的 因為那時候對我來說 我還沒畢業 所以技巧上 我真的還沒掌握到 我還記得我opening night 那時候 我在台上 我摸到 對 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但是 也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然後 Madeline就問我 有沒有興趣 入香港芭蕾舞 我也是參加過兩個production 一個就是Sleeping Beauty 另一個就是DonQ DonQ的印象就比較深刻 因為真的有跳其中一個舞段 那到我入團之後 我再演過兩次DonQ的時候 都有演出同樣的東西 我在學校期間 就參加了一個production 就是春之仔 那時候 我記得是Egreed 1的時候 跟著 香港芭蕾舞 不是很夠男生 所以我就去 香港芭蕾舞 那裡實習 跳了春之仔 之後 Madelline就 問我有沒有興趣入團 之後就入了香港芭蕾舞 其實我在APA的時候 我非常快樂 我們那時候 大家就像家裡人一樣 因為我們住在一起 就特別的親切的感覺 雖然時間很短暫 但非常快樂 然後我在APA留下 很好很好的印象 好多美好的回憶在一起 我也覺得我在APA的時候 應該是我生命裡面 一個很難忘的一個時間 雖然我們好像很難忘的 他們有宿舍住 但是我們跟同學很close 還有APA一樣特別好 就是老師特別幫助 他真的很幫助你 除了上課堂上的技巧 他在我們的思想裡面 他都注入了很多元素給我們 很鼓勵我們做任何事情 而且全部都很正確的 因為真的 好像我剛才說 沒有其他專業的舞蹈學校 他幫助我成長 和令到我可以做到 舞蹈員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雖然我在APA的時間 不長 一年半左右 我覺得大家 好像家人一樣 每天由早上到晚上 我覺得大家相處的時間 會令到大家的友誼更加深 更加深